通常就会一般开玩笑 就会让大家笑起来 那后面呢是脾气 我们讲了脾气的意思跟性格是差不多的 他们俩的意思呢相近 那我们可以说他的脾气不好 他的性格不好 他的脾气很大 但注意我们现在就不可以说 说了他的性格很大 他的性格不性格很小啊之类的了 我们只能说他的性格不好 他的脾气不好 那我们讲脾气跟性格的时候 我们讲了他们俩的区别 脾气用的时候 我们后面就接什么不好啊 很大来形容他的脾气 来形容他的这个性格 那我们用性格的时候呢 通常就会说的具体 比如说啊 他的性格很幽默 他的他性格很羞涩 他性格很开朗 而我们就不说 他脾气很羞涩 脾气很开朗呢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对这个脾气呢 他主要就跟啊 生气那方面的性格有关 对他还他专门就跟生气那方面的性格很关 有关 如果是这个人只是很羞涩的话啊 有羞涩的性格的话 那我们就这个就跟脾气没有关系了啊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医生 他们就觉得生气的时候跟脾这个器官有关系 所以脾气呢 他也是跟生气这方面有关的 好 我们的原点刚才讲的 在什么什么上 第一重意思呢 是在物体的表面上 在物体的表面外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指在某个范围某方面 第一重意思我们就常用来看这个句子 桌上有本书 你能看出来它是 是什么上 有本书对吧 它是在什么上呢 这本书在什么上呢 第一个句子 这本书是在什么上 对就是在桌上 那我们还可以把在字给加进去啊 在桌上有本书 有本书在桌上 桌上有本书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有本书桌上 当你用这个 就单用这个上的时候呢 所以不用 它通常就是 就是单用这个上的时候呢 你就不可以把这个桌上给放在后面呢 你就不可以说有本书桌上 你必须要加一个借词 有本书 在桌上 能理解吗 谢谢大家